第二十题 小米脚踏车上的LED灯需要4.5伏特的电压才能正常发光 而且需要装入三个电压皆为1.5伏特的电池 则此三个电池的连接方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我们的电池的电压如果是串联的话 总电压等于分电流相加 如果是并联的话呢总电压会等于分电压 我们看到它需要4.5伏特 那么是每个电池的1.5伏特的三倍 所以表示这三个电池的电压通通要加在一起 就是V1加V2加V3要加在一起的是应该是串联 所以呢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我们总共需要4.5伏特 有三个1.5伏特的电池要如何连接 我们要答案选的是A 这三个要串联 三个串联要相加才会1.5加1.5加1.5变成4.5 所以我们第二十题的答案选A 三个串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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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串联